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泰国曼谷市中心的市中心 在树坑义39巷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高楼大上了吗 那这边就是传说中曼谷的富人区 那大家猜猜看在泰国富人区的一套房 它是要花多少钱呢 在我们身后那个双角形看到没有 尖尖的 这是非常标志性的树坑义Mark楼旁 它一个平米的当价达到了395万太子左右 差不多换的人民币就是七八万人民币 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以前建的 那在很多宝珍问董董说 哎呀那在这边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 我以后想过来长居生活 那带着大家的好奇心 董董也受到了开发上的邀请 来到这边的Novel State 39这个楼旁 和大家来探索揭秘一下实地的看看 那在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楼旁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它的房间 它的设施 哦 它发生告诉我呢 因为它们这个楼旁是新盖的 然后它们每平的这个当价呀 会比周边的这些便宜10万太子左右 是不是很激动呢 那和董董一起去看一看吧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大堂里面了 快跟董董进来看看 那你们来的话呢 就是进来的话就是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大堂氛围 那比如说以后入住之后 一些物业呀 路业就在这边啊 二四小时都是随时待命的 非常好 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来呀 要等你呀什么的 都可以坐在这里啊 那可以聊天什么的 一楼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 还是非常不错的 走进来呢 我感觉它们品味很棒 走进来就很香香的感觉 那它这里是从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啊 有十层左右的这样那个停车场啊 这个停车位呢 我们业主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你不用去买停车位的 那我们坐电梯上去看一看吧 这边的安保还是非常棒的 你只有房卡才可以按这个电梯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三十八成啊 现在那董董呢 就带大家来看看这边的房子公寓吧 那就是最火热火热的一个户型啊 在泰国来说 基本上一些年轻人呢 都会入这样的一个户型 就是小生公寓 当生公寓二十九点八平啊 才三十平左右的 那它能设计成什么样子呢 一走进来就非常舒适啊 当然这是样板间啊 但是的话呢 交房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户型啊 那这些根据自己的设计 根据自己的一样的喜好 去添加一些装饰品啊 那一走进来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客厅 非常舒服啊 有沙发 然后有电视机 然后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阳台 非常的舒适 这边是可以打开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去啊 大家看出去的话呢 这里的阳台外面啊 真的是这种高层林立啊 就感觉在大都市当中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 那个白色的就是贵妇商场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轻轨 非常方便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一边的啊 那一边那种黑色的那几座 都是非常顶配的这样的一个公寓 在那边基本上一平的话 就三十万起跳这样子啊 所以说 如果说你买了以后 想做这样的一个什么 长租啊 泰国的这样的公寓 民宿不可以做 但是我们可以做长租 基本上呢 就是在这边工作留学人呢 会来租啊 那就是一年起租差不多 那比如说 刚刚问了卡发商 他告诉我的话呢 这样的啊 呃 当间在这一边的话 基本上是 两万五泰铢的租金 到三万泰铢的租金啊 这取决于你的装修环境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主卧 那这个主卧刚看了一下还是非常舒服的 很舒服啊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缕阳光啊 非常暖心 我就喜欢这种高揉 然后大家的啊 这个也是一个主卧 一个卫生间 他这卫生间的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非常干净整洁 用的都是非常好的牌子啊 cola 然后这个马桶的话呢 入住的时候也都是有的 他这边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就是他这个屋 呃 卫生间呢 他有两个门 一走进来之后啊 客人可以用 然后你往上睡觉了 你卧室里面走进来 也是可以用的啊 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在曼谷啊 非常流行啊 火热这样的一个 单门公寓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啊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最喜欢曼谷公寓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配套设施啊 非常的网上 什么健身房呀 商打房呀 图诗月朗诗啊 停车场啊 游泳池啊 隐隐俱全都是有的 然后我现在是在37层的 这样的一个空中的健身房啊 那这边健身房呢 还是非常的掌心的啊 也有空调不热啊 那你在旁边步啊 在这个高层 看下去这样的一个风景 我突然感觉啊 健身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然后的话呢 这边走过来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无边泳池啊 在37层非常高的位置啊 那非常的喜欢啊 因为它这个高高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哇 你在这边游泳啊 看着夕阳西下啊 然后游着泳 是不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这边呢 就是有这个什么呢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护板啊 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风吹日赛啊 你下雨天你都可以来游泳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要不要和董董一起来打一场台球呢 那这里呢 还在11层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多功能区域啊 那这边呢 可以和朋友一起来休闲放松 那它这里呢 有这样的一个台球啊 那这边如果你喜欢踢足球啊 这个也是非常好玩的 那这个是多功能 影音片也是有的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玩一些游戏啊 或者是看一些影片 都是很方便的啊 那自己的一个下午啊 可以省空调费嘛 下来休息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